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AMPUS的休仔攻防 今晚繼續勾聯,兩支西甲球隊都能夠出線之下分圖出擊 包括馬體會主場對著拉素 另一場是巴塞隆拿對比利時球隊的安特惠普 近期也有做西甲,例如巴塞隆拿主場1比0贏了馬體會 兩隊在西甲聯賽,一隊排第3,一隊排第4 近方不是說最勇在季初的時候,是有一點調整期的 先說巴塞隆拿,巴塞隆拿是今季主要的一個很大的變動 就是家圍牆頭,一個很嚴重的受傷 不過祖奧菲利斯確實是很fit 這個也是巴塞今季在歐聯和聯賽一個很重要的重心球員 另外,其實陣容變動也不太大,除了祖奧菲利斯之外 李雲道夫斯基近方一般般不算是最好的時候 長球有機會用費蘭托尼斯,另外右邊可以用夏芬拿或者亞馬 後防近期都是官敵打右邊,朗奧阿拉奧和打中堅 整體的表現是平穩 這場球歐聯巴塞隆拿已經肯定手名出線的情況下 對著安德維普 安德維普在H組很明顯實力比較弱 他們分組賽全部都輸了 這場球我覺得巴塞隆拿都會用多少的後備複選 在不要受傷的大前提之下 這場球巴塞隆拿都是入球會比較少的 這場球都是比較入球勢 至於另一場馬體會方面 近方跟巴塞那邊都幾次 是有些調整,沒有季初那一輪那麼好 基斯文仍然是派牌,摩拉達近方也跌了一點 但其實整體他們都有很多選擇 例如迪比,哥尼亞 中場其實都可以的 迪保羅,高基,馬高斯,羅蘭迪這些 後防其實都算穩健的 始終今季馬體會的支持數字都比較低 中場的域數現在近年就打中堅 多一點,賀西茲、美利斯、阿摩蘇這些都是值得順賴的球員 一場馬體會在歐聯 主場對著拉素,兩隊球其實已經肯定出了線了 不過至於一場馬體會就不敗 不輸球就肯定首名 而兩隊球馬體會和意大利的耳甲拉素 失球都是很少的 馬體會失了六球球 而拉素更加少失了五球球 當然入球方面馬體會比較強 一場球和巴塞那場都相似 相信會比較節奏慢些 避重就輕,不傷的情況下 入球都會比較少 所以總結今晚歐聯兩場賽事 兩支西甲球隊分圖出擊 馬體會對著拉素 巴塞龍奈座對著安斗衛普 都預計這兩場球會是入球比較少的賽事 好,邱仔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安播體育傳媒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